卫福部社区金卓越选拔绩效组 由吉安湘南昌社区发展协会代表花莲县 参加全国选拔赛 而8月5号上午评审委员一行人来到南昌社区 由乡长游淑珍请子接待 并且在协会干部详细的介绍解说下 向评审委员展现地方丰硕的绩效成果 希望能够为花莲赢得社区金卓越的好成绩 卫福部社会救助级社公司由师长苏昭如领队 带领着评件委员一行人来到了吉安湘南昌社区活动中心 考评社区发展协会的业务绩效 厂长游淑珍亲自接待 向评件委员说明南昌社区的实行任务成果 365天怎么服务在社区里面 健康站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五天 在假日我们的志工用自己的心力 家庭的餐饮送到独居老人家 甚至于需要的家庭来做另类的关怀 辅具的需求今天提出明天就送胆 我相信这都是在协力公部门在地基础服务的区块 也是我们社会志工能够群取群测 共同服务的这样的很积极的目标 我相信今天卫福部来到南昌社区发展协会 看到了所有社区志工的共够 涵盖了长生学 家政班 读书会 寻手队 以及最到位的母语的老师 社区的推展能量 来结合我们工部门一起 推展在老龄化的现代里面 能够更到位的服务 也让我们的社区可以有一个 及时到位的通报站 这是非常重要的 南昌社区发展协会干部们也详细的 向每一位委员来说明各项业务内容 还有执行状况 简安相公所也协助社区做了成果报告看板 还有场地布置 相公所和社区协会齐心努力 除了把社区服务工作尽全力做到完整 也期盼大家的努力 可以获得上级长官肯定 为花莲县赢得社区金卓越的好成绩 这里会接安相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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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